致力于提升中国农村儿童教育的新兴教育基金会 于12月3号周五召开记者会 说明在过去一年多新冠疫情期间的工作状况 并且预告今年年会的内容 新兴教育基金会多年来在中国偏乡建立了多达300多所的农村小学 近几年来更投入了培育师资与改善图书和电脑设备等等扎根的工作 在新冠疫情扩散之初 新兴基金会的筹款与服务的确受到了影响 但是在湾区支持者与义工的热情和中国各地政府 还有合作单位的努力之下 仍然缴出了不错的成绩单 原来在疫情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有很大的顾虑了 从筹款的角度 我们最近就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最近办了一个线下的筹款活动 在9月底的筹款活动 譬如说我邀请了10个人 有5个人都来不了 可是他们对 其实他来不了 他还是捐助善款 所以从那个募款的目标来说 我们今年比我们年初的时候 因为有疫情的顾虑 比我们年初的目标还超出了一些 虽然是受到疫情和经济下滑的影响 但是我们基金基金会积极应对 在项目方面跟之前比是完全没有减弱 2021年我们在全国21个省 127所学校一共开展了18类项目 然后有400多个项目在学校落地 受益的学生人数是有超过12万人次 老师有超过3400人次 所以总的来说是完全没有减弱 而且在项目的方向和内容上面 我们是及时做了调整 未来我们会继续的根据国内的农村教育新情况 新形势下面的需求 我们在方向上面 我们会逐渐的从之前的以捐赠为主的转向育人 所以在教育软件方面项目会更加的加强 关于最近广受瞩目的中国大陆教育双减政策 杨一清表示 双减要求减少课外辅导培训 小学低年级也不考试 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没有太大的改变 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课外辅导培训的资源 但也因此双减政策拉近了他们跟城市孩子之间起点的差距 可以说对他们是有利的 年会方面 今年的感恩筹款年会将于12月19号星期日下午1点 在Copitino昆兰社区中心举行 主题为星空浩瀚企致育人 其中星空浩瀚的灵感是出自于目前正在绕行地球 而且曾经在太空授课的中国女太空人王亚平 她曾经就读的小学 后来也成为了新兴基金会协助的贫困小学之一 显示出当年王亚平还在就读的时代 求学的条件更缺乏 而她的成功也很不容易 启智和育人则是目前的四大计划当中的两个 象征着基金会将从以捐赠为主的模式 逐渐转移到直接跟教育相关的软件和活动项目 年会当天将以生动活泼的方式 详细介绍新兴教育基金会的活动 欢迎关心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各界人士报名参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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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